在车折军看过的所有的体育赛事直播中,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精彩程度能排进前四,第一位的是2005年欧冠决赛著名的伊斯坦布尔之夜,第二位是2004年火箭队马斯的麦迪什克,第三位是2003年F18C大奖赛的雨中混战,图很可惜,没能看到诺坎普之夜的直播这一次决赛之所以精彩,不仅仅是因为有6个进球, 首先,两支球队本身的属性就让在前的氛围很不一样,法国像是车企中PBA那样的传统豪强,阵容豪华写骑者,一路过关斩将晋级顺利,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全部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而且7场球共630分钟的时间内,法国队只落后过9分钟 法国对阿根廷在第48分钟时落后过9分钟,这样稳定的成绩不知道会让德国阿根廷做何感想,而克罗地亚这边,晋级之路苛刻棒棒,阵容中的星光也没有法国队要演,再加上本国历史的苦难,美女总统的支持,全世界中立球迷的期望,以及中国人气造界的重托,克罗地亚像是林肯这样的汽车品牌 期待重塑网络辉煌,挑战DBA的大拳,一个是豪门,一个是黑马,比赛还没开打,就有了很多看点 其次,这场比赛提起了足球赛场上除了红牌之外的所有元素,有激情迸发的开头,鞭档起伏的过程,和略带悲情色彩的结尾,有雨战,有黄牌,有点球,有VAR,有门将失误,甚至连球迷闯入都有了 所以对于四年不看球的车折击来说,真是一本满足,至于结果,我也不能免俗,为克罗地亚感到惋惜,并不是不能接受克罗地亚输,是不能接受法国队以这种方式赢 克罗地亚在决赛中已经把所有的能量都释放了出来,甚至已经超过贺运转,当努巴佩打进法国队的第四个球后,克罗地亚的心里不是绝望,经历过苦难的克罗地亚人不会那么容易绝望 比赛最后的15分钟,克罗地亚的中场已经完全脱节,他们的精神似乎出现了恍惚 在第91分30秒到第92分30秒的这一分钟内发生的事,成为了克罗地亚落后时的缩影 格列兹曼左路突破被犯规,姆巴佩趁机快开任意球,伯格巴包超强便险些破门 克罗地亚整条后防线都处在神游状态,只有维达在球弹到脚下时 下意识地踢了一下,还是往球门方向,甚至在危险解除后 从后防线到门将全都冷漠地低着头,依旧在恍惚中迷失 从这一刻开始,克罗地亚就真的回天乏术了 图姆巴佩出球的一刹那,中路的伯格巴无人兵防 克罗地亚阵型潰步成军途危险解除后 克罗地亚依旧全体冷漠,反倒伯格巴傲放不已最后的那声哨响 是格子军团审判的终生,而反观法国队,赢得真可谓是轻松 不仅控球率以41%的成绩落后 在射门数、传球数这两项关键数据也大幅度落后 即使比较整个世界杯期间的数据 在决赛前,克罗地亚在射门数、射证数、控球率、传球成功率等八项关键数据都由于法国队 最搞笑的是,上半场法国队的射门数只有1,但进球却有2,图整界世界杯克罗地亚的数据都好于法国大多数人都说法国队善于抓住机会 效率高,其实啊,倒不如说法国队赢得猥琐 法国队的夺冠自然是实至名归 他们有这个实力,但他们的作风,难免拟起别人的话柄 这也无关足球哲学 只有成王败寇,法国人在赛前比对手多休息了一天 人们希望能看到高卢雄击的这些年轻人展现出用于进攻的决心 但是,法国选择了另一条通往冠军的道路 对于德赛来说,又接近最后的胜利 他就越显得小心翼翼 他甚至在54分钟就换下了坎特爸爸 只因为他身背了一张黄牌 4年前的巴西世界杯上 法国队打出了精彩的立体进攻 伯格巴、本泽马、李贝里华丽的进攻手段对人印象深刻 然而,四分之一决赛 他们被德国人活活磨死 两年前的本土欧洲杯决赛 法国人在家乡几乎围攻了葡萄牙120分钟 却同样被对手在加实赛中偷袭得手 一球闷死 徒两年前 法国队被这球闷死唐太宗李世民曾说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先替 德尚和他的球队害怕自己的冒进会功云一篑 他们选择了最保守的方式 将触摸大力神杯的机会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且 拥有吉鲁 格里兹曼和姆巴佩这样老中青三代结合的球员 的确也有足够的资本 替这种小心时的万年传的足球 途比赛结束后 韦达择业的瓦一谈论了许久 韦达不停地摇着头 他们也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输球这个世界 还是看结果的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包括汽车界 今年上半年度 法系四大金刚 夭制 雪铁龙 雷诺 DF的都不算如意 除了雪铁龙外 剩下三个销量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DF应该是最受伤的那个 无论是轿车还是SUV 在国内的豪华车领域里都全部垫底 DF在6月份只卖出了一台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图法系只有雪铁龙壁花枝绣图DF的销量 令人唏嘘出现这样的窘境 说白了还是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 法国设计可以说是通行世界的名片 无论是外形还是内饰都要比同级别的德系车更加灵光一现 但中国消费者似乎并不感冒 而中国人看中的空间 法国人却也不感冒 法国车陷入了为了设计而设计 为了不损失操纵感 不能也不愿加长的玄武力不能自拔 图沉自于RCV车顶的那条沟 而且法系品牌 总喜欢先引入一些较小空间的车型 这就给消费者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DF就是很好的例子 进入中国市场后都是几款豪华小车 直到今年才显入过来 引入了被寄予厚望的DF7 但实际效果也不乐观 标志和谐铁龙的不那么成功 压抑了豪华品牌DF的成长 DF的低迷 反过来也为法国车的天花板上又抹了一片水泥 图DF到底干嘛什么来拯救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希望法系车能学习自己的足球队 明白理想主义 终究离不过现实主义 调整姿态为所发育 不要让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流泪 2018年的这场夏日盛宴 就这样在莫斯科的瓢泼大雨中结束了 你们也不用再听车折军这个伪球迷BB了 世界杯期间的这一系列特别报道 觉得一天比一天直书兄弟 在此放下此前几篇文章的链接 也算是以独特的方式 回顾一下世界杯吧 我们只专注原创系车内容的生产 想要变得更懂车 可以订阅我们的